麥俊龍和謝安琪近年董哲與蓬銘心的音樂企劃 一直都吸引大眾注目 除了音樂本質 中一杯口的概念和故事同樣精緻 但是星期三謝安琪 就承認已經約滿離開麥俊龍旗下的幻國文化娛樂 而麥俊龍亦都在個人的社交平台寫下 完成了今日工作首日的部分 質感質素這一樣東西 都是專業頂尖的合作好 所以就被外界只是預帶相關 而他們的合作 源於2015年的大熱歌曲《羅心門》 這一首歌曲還訴了《叱測頒獎典禮》 和《新城勁爆頒獎典禮》 令到兩個人的關係更上一層樓之餘 更加為再度合作埋伏線 而當董蒲戀一直為聽眾所津津落到的時候 其實由去年起 已經旅傳兩個人因為工作問題已經鬧得不愉快 首先是謝安琪在唱片公司未知情之下 率先在網上演唱會 青唱未正式發行新歌 三生一吻 打亂整個發行部署 甚至引發盜版問題 然後謝安琪又被指 擔任修身代言人 但卻沒有使用修身產品 甚至找了健身教練操機 令到合作破裂收場 令到公司損失7位數字代言收入之餘 更加連累廣告方營銷團隊被炒 不過到底是和平分手還是另有內情 相信都是只有當事人最清楚啦